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嘉宾敖拳问导演组需不需要一些耍帅姿势 导演组回答不要眨眼睛 不要扭胯 否则剪掉镜头 这成为节目对外输出的首个金句 此前同类型节目追光把哥哥就因为汪东城 陈志鹏等一人的油腻镜头被观众吐槽 时隔半年后 哥哥自然不能重蹈覆辙 具有效果不错 节目豆瓣开分7.4分 评价以四星居多 观众的正面评价主要集中在节目有演唱会质感 嘉宾回忆杀 歌曲选得好等方面 但其中也不乏质疑声 性别依然是这档综艺绕不开的话题 在姐姐中 女艺人一律是单人面试唱跳 观众能直接感受到她们在舞台上的压力 而哥哥直接取消了评委点评打分环节 改为能发挥个人特长的团体演唱 成团名额也由过往的7人变成17人 淘汰率上大打折扣 虚弱了竞争感 姐姐一上来评委就评头论足 哥哥一来全变夸夸群 没有姐姐的困难模式 就不要说自己是披荆斩棘 诸如此类的声音在社交平台上也不算少数 除此之外 在如今艺人业务能力 自律性 私德等方面 都被严格审视的舆论环境中 集结了33位男艺人的哥哥 还需要面对无法掌控的塌房危机 毕竟节目刚刚开播 嘉宾霍尊就因为陷入情感纠葛 不雅聊天记录而被退赛 另一位嘉宾热狗也因过往不良经历而被观众诟病 从目前来看 作为一档爆款IP的综艺节目 哥哥去由成功利用情怀牌打开局面 但要披荆斩棘走完一整季 靠去由肯定是不够的 请实力咖 打情怀牌 哥哥的去由数 2020年末 东方卫视搭上姐姐的余热 率先推出男版节目 追光吧哥哥 集结中年男艺人再次成团 油腻成了节目最大话题 也是观众吐槽最狠的地方 这次芒果TV推出的哥哥 在去由上狠狠下了功夫 第一期中 节目甩出爷清回和回忆沙两大绝招 当言成旭再度畅想流行语 大S隔空送上加油祝福 道明寺我是你的山菜时 打开了80后90后的集体回忆 听到山菜给道明寺加油 我还是愣了一下 豆瓣上网友的这条评论 获得了高票赞 除此之外 陈小春 谢天华 林小峰三人演唱 《友情岁月》 皇冠中组成摇滚团演唱 Bion的乐队金曲不再犹豫 都触发了大众回忆 节目居然不由地感叹遍布社交媒体平台 对比姐姐第一季的高开低走 和第二季的滑铁炉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 哥哥上线6日的累计平台播放量为6.52亿次 同期数据明显好于姐姐第一季的4.65亿次 及第二季的4.93亿次 其实打情怀牌能去游 还是和节目组对嘉宾的选择有关 33位哥哥都有擅长的领域和代表作品 本身的路人员都不差 比如中年艺人中 陈小春 谢天华 林小峰 兼具影视歌三期 黄冠中是摇滚乐队Bion的主吉他手 张琪是黑豹乐队的主唱 都是华语乐坛上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年轻艺人中 李云迪是钢琴家 李响 刘家 在专业舞者经济节目 舞蹈风暴里都表现出挑 总之哥哥涵盖了老牌港星 实力唱将 摇滚明星及演奏家 舞蹈家等 在各自领域具备实力的男艺人 节目本身也更加侧重展现嘉宾正向的一面 出亮相舞台都是依据个人特色量身定做 最大限度地避免油腻 嘉宾的实力保证了节目的可看性 也让观众更愿意宽容 节目制作过硬 嘉宾大多讨喜有实力 不油腻 粉丝春春说 这是他被节目吸引的主要原因 在社交媒体上 这样的声音不在少数 除此之外 从节目制作角度来看 哥哥也可圈可点 这档节目导演和总制片人 是姐姐第一季的导演吴梦芝 拿出了芒果TV高质量的制作班底和水平 综艺统筹小乔说 一开始他没抱期待 没想到节目竟然呈现出演唱会的质感 就第一期 整个舞台的舞美和灯光 都是一流的 特别是嘻哈歌手 布瑞吉演唱 爱就爱了时呈现的云端无眉 视觉上很有代入感 非常惊艳 综艺导演卷卷说 哥哥在制作 嘉宾题材上 的确具有一档好综艺的基因 哥哥换了一套比赛逻辑 去油只是第一步 借鉴姐姐的优点 进行契合 哥哥的调整是第二步 很明显 哥哥借鉴了一些 姐姐的节目模式 比如请来中年哥哥们 来分组工艺 进行PK 组团出道 人物上侧重群像刻画 同时会记录 人物相处的摩擦 制造戏剧冲突和话题 第二期 歌手林志炫和舞者 李响在分工上起冲突 林选希望李响只表演舞蹈 但李响希望能有 唱歌上的突破 表示让我去做 过往擅长的东西 不是我来这个节目的目的 网友各占一方观点不一 而在第一期中 JAI找陈小春告状 陈林晓峰说不认识 不记得不锐吉 是不尊重我的小弟弟 此片段一出 相关话题上了热搜 微博阅读话题达到1.2亿 人物的性格特点 也在这样的冲突中立住了 目前最出彩的是陈小春 张志林等组成的 大湾区五人组 几个人互相调侃 兄弟相处的日常 赢得网友的好评 但不同的是 在编剧匆匆看来 从节目剪辑风格侧重点 可以发现 姐姐时期 更注重个体差异和侧写 而哥哥很明显侧重团队作战 甚至CP项组合 展现兄弟情 大湾区五人组就是典型代表 侧重的男性情感 在于兄弟义气和团体价值 在匆匆看来 这是节目组考虑到 性别差异做出的改变 比如我之前看过 沙姨和胡可的夫妻采访 被问到想和谁去旅游 胡可回答跟丈夫和小孩 沙姨回答跟她兄弟 姐姐的时候 大家也爱在寝室聊天 主动分享家庭 婚姻 孩子 男性很少聊这些 并不是他们没有责任感 而是他们更在意团体协作 匆匆补充说 综艺观众主体是女性 主打兄弟情 这也和哥哥能挑动 观众共情点不多有关 一位业内人士就提到 哥哥节目的难点在于 男性对于困境的共情能力 比不上女性 所以在具体内容上 节目利益也完全颠覆 姐姐倡导重新归零 完成蜕变 哥哥在竞技性上 明显削弱了很多 手机就弱化了个人展示部分 以更风格化 集体化的方式 给哥哥们展示群像 将镜头更多地聚焦在 回归 怀旧 甚至个人辉煌经历的内容上 综艺统筹小乔告诉深人 当嘉宾的能力已经达到顶尖水平 其实很难再突破 如果节目主线再去强调竞争和勤奋 可看性并不大 所以节目不再强调竞技性 比起姐姐的确柔和了很多 基于选角上的成功 哥哥们本身也有作品加持 节目也更侧重展现嘉宾的魅力 抛出笑点 观众对节目的好感自然会提升上去